6月29日,一名在上世纪70年代遭到金州杀手性侵后幸存下来的女子表示 她出席法庭听证会是为了支持全国各地的幸存者 金州杀手是一名连环杀人案的连环杀手 令加州大部分地区感到恐惧 1976年,15岁的克里斯·佩德雷蒂在加州的家中 北京州杀手约瑟夫·詹姆斯·迪安杰罗性侵 现年74岁的迪安杰罗根据认罪协议的条款将面临终身监禁,不得假释 检察官说,该协议不仅让被告免于判处死刑 还让越来越多的高龄幸存者、受害者家属、证人和本案调查人员 免于可能会持续数年的法律诉讼 佩德雷蒂是幸存者之一 他说很难听到其他幸存者和受害者遭受袭击的那么多细节 但是互相支持是一件好事 他说道,今天有点难,因为我们都认识彼此 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今天我们第一次听到彼此被袭击的细节 所以大家都很同情,都很爱彼此 我想说,这部分有点难,但我们都是为了彼此而来 我们都知道我们站在同一个理由 他说说不定了 他说话,所真凶度监能不好 事 habíanef�写了 而不是为了华条